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在今天第三堂的敬拜呢 我们第一首诗歌是仰望耶和华 如果你习惯做第三堂礼拜 其实这首歌你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我们唱了蛮多次的 可是在今天呢 我邀请你们 我邀请大家 我刚刚有看到 在11点15分的时候 其实就有弟兄姊妹 已经坐在这里预备好了 那也有弟兄姊妹 非常非常赶快的赶进来一起 在我们今天敬拜的一刚开始 我邀请我们一同以敬畏的心 再一次的安静在神的面前 来仰望耶和华 我们一同开口来敬拜 我站在谷底 看不见路 眼前只有黑 只有孤独 我告诉自己 要仰望耶和华 做我的力量 我的帮助 我被人忘记 遗忘在深远处 小米团高耀 等待有光珠 我告诉自己 要仰望耶和华 即使患难 也有盼望 我知道患难 像忍耐 忍耐神老年 老年神盼望 盼望不止于羞耻 忍耐 将神的爱 将神的爱赐给我吗 我知道花岸山 忍耐 忍耐神老年 老年神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圣灵 将神的爱 将神的爱照光我们 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同来思考 每一个礼拜天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个礼拜堂 一同来敬拜我们主耶和华 每一个礼拜天甚至此时此刻 这个礼拜天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 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祂 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来到这里 是因为耶和华的恩典 是祂应许与我们同在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不是因为我们能 是因为耶和华可以 我们单单的来仰望祂 我们花一点时间 各位弟兄姐妹 你可以来跟神祷告 跟神祷告说 主啊 感谢祢 祢让我度过了一个患难 你可以来跟神祷告说 主啊 我现在就在困难当中 这个困难让我甚至我 其实不想要来礼拜 可是主啊 耶和华 祢听我的祷告 祢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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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祢说 盼望在祢 让我们一同再来一次 来敬拜祂 我站在谷底 看不见路 眼前只有黑 只有孤独 我告诉自己 要遥望耶和华 我只要来养望你 患难也有盼望 我知道患难生忍耐 你在罗马说你说了 人类是老年 老年舍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圣灵将圣的爱 将圣的爱赐给我们 我知道患难生忍耐 人类是老年 老年舍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圣灵 将圣的爱 将圣的爱照光我们 这是我们的敬拜 我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舍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圣灵将圣的爱 将圣的爱赐给我们 主耶和华谢谢你 给32元 mum thumbs 语目 讽划我疯 Πάει Myers 怂 bud 人类是老年 老年 老年 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圣灵 将神的爱 将神的爱照顾我们 主耶和华 谢谢祢 祢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祢说 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祢说 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凡需求祢的就必寻见 主祢也说 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 就是新造的人 主 我们要藏在祢里面 祢也藏在我们里面 我们渴望看见 看见更新 有敬拜的声音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 不是别的地方的敬拜 是我们的敬拜 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 神的儿女要唱一首心 来敬拜赞美祢 我们神要做新事 旧的事都已经过去 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意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 不害 荣耀的主 我愿你来 天要敬拜赞美祢 天要敬拜 荣耀腼 天要敬拜 荣耀清盗下来 心底下 你要做心底 是在我們中間 弟兄姊妹 我邀請妳從妳的座位上站起來 我們一同站立 來敬拜我們的耶和華 對他說 主啊 我渴望妳 渴望妳 有深白的聲音發出 從最高的山到海洋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們神要做新事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 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主啊 在妳裡面 就是要過 新的事要成就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 呼喊 榮耀的主 我願妳來 天要敞開 很高清道下來 神國獨的榮耀 長線 全地都要渴望 呼喊 榮耀的主 我願妳來 主 我渴望妳 神靈 引靈 看見心底一下 妳要做新的事 是在我們中間 每個禮拜我們都會說 我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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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渴望看見改變 可是弟兄姊妹 我們要來說 要來宣告 我們渴望看見改變 我們承認 我們期待 我們希望神照著我們 所想要的來成就 可是主啊 可是我們的信仰不是這樣的 不是來成就我們要的 而是看見神要做新事 看見神 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弟兄姊妹 我邀請你們 我邀請我們大家再一次 來跟神說 我渴望 全地都要渴望 呼喊 榮耀的主 放下我們自己 因為敬拜是要完全來到神的面前 天要敞開 恩高清道下來 神國度的榮耀展現 全地都要渴望 呼喊 榮耀的主 我願你來 神靈一靈 看見心底一下 你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是的耶和華要做新的事 要在我們中間 因為神說 我的恩典已經降臨 我的恩高夠你用 祂要將哀哭變為喜樂 祂要應許與我們同在 我們的生命是帶有盼望的 請你將你的雙手借給我們 一同來敬拜堂 神恩典降臨的喜樂是什麼 我們一起來跳舞高歌唱讚美他 將爛落變為鋼牆 貧窮成為富足 夏夜的看見愛哭變為跳舞 一切山蛙都填滿 崎嶇成為平原 在神裡面充滿無限可能 感謝你的能力 感謝你的能力 能力不比我 戰勝失戀和艱難 我相信你與恩典 完全夠我用 神的恩典已降臨 希望充滿我們中間 在恩典深處 中膽都變為其身 神的恩典已降臨 哈利路眼讚美神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依靠全能神 沒有能成就的事 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是不是有過不去的時候 你對神說 主啊救我 然後神呢 真的讓你平平安安的過去了 那個喜樂會讓你說 Yes 神謝謝你 我們再一次把這個喜樂 來讚美讚美 我們敬拜我們的耶和華 將暖落變鋼牆 是我們的耶和華 將暖落變為鋼牆 貧窮成為富足 是心靈側面 心靈的滿足 是我們的神 我們的耶和華 一切山瓦都填滿 積去成為平原 在神裡面充滿無限可能 我們高聲唱 哈利路亞 你的能力不比我 產生失戀和艱難 我相信你的恩典 完全夠我用 神的恩典已降臨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喜樂就在我們當中 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神的恩典已降臨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哈利路亞 依靠全能神 沒有難成就一時 再一次宣告我們的神 神的恩典已降臨 主啊 謝謝你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在恩典深處 中膽都變為其身 神的恩典已降臨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依靠全能神 沒有難成就一時 依靠全能神 依靠全能神 沒有難成就一時 依靠全能神 依靠全能神 沒有難成就一時 我們渴望 我們的渴望 呼喊 榮耀的主 我願意來 天要敞開 恨高清當下來 這是喜樂的 因為我們看見神 祂的國度要彰顯 我們都要渴望 呼喊 榮耀的主 我願意來 神靈一靈 看見心底一下 你要做新的事 在我們中間 弟兄姊妹我渴望 跟你們一起再一次 我們都要渴望 呼喊 榮耀的主 我願意來 天要敞開 天要敞開 恨高清當下來 神國度的榮耀 浮耀的主 喝電氣 我願意來 神靈一靈 ад ops 心底下 你要做心底事 在我们中间 主耶和华 你是喜在 今在 永在的神 主耶和华 你是行 行奇迹 你是行大能的神 主耶和华 你的旨意高过 你的意念高过 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 我们渴望我们今天的敬拜 主啊 我们真的渴望 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 或者是我们职场的 不管是主管同事 或是我们的同学 不管他们认不认识你 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 让他们会说 我真的看见你的神与你同在 主啊 因为你是 不是夸耀我们 是因为主你就是那又真又火的神 愿我们的敬拜 如心香之际 蒙你愿纳 我们依然站立 我们要将时间交给私会 带领敬拜 那也非常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的崇拜 我们一起来信仰告白 我们新上帝 创造同志的与万物的独立正神 祂是历史与世界的主 施行诚犯和拯救 祂的儿子从圣灵脱胎 由同真与玛利亚相成为人 成为我们的英雄 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 借着祂的授族 第一次加持 度火 当前和上帝的人爱 不公平 使我们与上帝符合 他的力就是圣灵 正在我们的中间 此能力使我们在万云中 做切证 造主在来 我们信 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 既在祂的救主 作为我们的信仰 与生活的征则 我们信 造为是上帝子民的反习 同招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 做和解的使者 是不使者 结合自于本地 更同所有的祝福 通过爱与受苦 而成为堪荡的信号 我们信 能借着上帝的恩恋而为爱 最可赦免 以现成 人爱与先生的生活 会荣耀于上帝 我们信 尝诞赐给人有的罪念 才能 以及向父 使人有分与他的创造 负责任 与他进行管理世界 因此 能有社会 政治 与经济的制度 也有文艺 科学 也有追求 真实的事情 但是能有罪 无用这些恩赐 或外人 放入 与上帝的关系 所以能当 依靠耶稣基督的罪文 他要使人从罪恶中的失望 使受要破的人的自由 平等 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 使世界成为他的孤独 从他来供应 平安 与其乐 阿们 好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请坐下 我们有邀请到 范友族弟兄 来跟我们分享 他的见证 这个时候 请范弟兄 到前面来 跟我们分享 请不吝点赞 各位姐妹弟兄 平安 平安 我是范友族 来到和平教会 已经有三年了 相信大家早就认识了我 可是若问了解我吗 我相信 没几个人 尤其上个月12号 受洗典礼中 居然出现了范友族的名字 相信大家对这个守门人 为什么转念 归于主的名下 接受洗礼 有着非常深的好奇 很感谢 又很兴奋的 有这个机会 和兄弟们分享 我的心情故事 我的见证内容 可以用 六个阶段来涵盖 回想三年前 我以非教友的身份 担任保全工作以来 与会友们的互动 刚开始的确是 有点隔阂 后来观察到 他们都很有格调 通情达理 令人兴奋 继而 接触到 资深会友 长老 执事群体 更深深发掘 几乎都是 学养俱加 素有专精之士 健身的接触 得知都是从小 便在教会里面 活动 学习 成长 由于 以至于成就非凡 又观察到 年轻一辈 也是 努力向学 成绩斐然 由衷的感觉 个人 由衷的感觉 是个人才 汇翠之地 更是培养 精英的所在 这么优质的好地方 我有机会来 这边服务 可谓三生有幸 心中 已经有 和大家 打成一片的初衷 这就是我 心认同基督 我心愿意 入教会的 原始起头 在会 在会友当中 有一个特殊的例子 是最让我决定 信仰主耶稣的 关键 就是有一位 行动不便的 会友 他的言行 让我佩服得 五体投地 他持续不断 做服事的工作 碰到弱势 及残障 更加关怀被之 慷慨付出 不计悔育 不求回报 他说他是受到 上帝的感召 化自身的缺憾 为助人的动力 深深体会 残弱 需要被关怀 被帮助 被照顾 只要行有余力 他绝不容 他是绝对 意不容辞 真的 讲到这 谁能不感动 谁能不被激励呢 我就是 这种情况下 决定 要笑话他 追随他 类似感动的立正 不生美举 垂首可得 由于 现在能给我的时间不多 我无法一一列举 这是非常遗憾 以上所言 就是小弟 受到和平教会里 这种牺牲奉献 的氛围 所 而如漠然 以及 优质人文环境 所 循循占佑 潜心思考 仿佛是被一股 主宰万物 天赋 天赋上帝的 大能 所驱使 然后又经过三年的潜移默化 我决定接受洗礼的充分原因 要求世人自愿认罪是很难的 但是我现在愿意承认 我有罪 信 一来 一生以来 或多或少犯了 不经意犯的错 或是不应该犯的错 或是自以为不是错的错 这些错 应该都是自己犯的罪行 却不自知 不承认 或是找理由推却 没有真正的悔改 我相信 若是回到从前 我犯了罪行 而能够在主耶稣的面前 真心忏悔 并求悔改 那真正的我就不会像 现在的我一般 相信 能真心悔改 慈爱的主耶稣 会原谅我 并帮助我们改正向上的 因为 知错能改 善莫大烟 在和平原地里生活 我常自我思考 好像是及早信奉主耶稣 而在教会参与活动 学习 成长 则人生的后段 不敢说成就非凡 肯定会不像现在这般 高低不就 尴尬一生 所以 优质环境 对成就人才的重要 和行数 是非常必须的 仿佛有人如是地说 学情的孩子 不会变坏一般 和平教会 是一所非常优秀的 学情原地 这回决定 入会受洗 除了乳墓 上述原因之外 其实 更盼望 善介教会环境的洗礼 钻研教义理论的助导 期盼透过天父上帝 大能的帮助 挽回一个 尽起薰尚存 良知良能未尽 抓住一席尚存的 晚照时分 力挽全身 努力之不及 捕错我后半生 学习之所欠 善尽 会有对教会社群 贡献的绵薄 也是对自己虚度此生 所能做的最后救赎 诗篇有云 耶和华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非常希望 上帝引领我 从黑暗中 赐给我灯与光 热与泪 信心与希望 并相信 耶和华是我的 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今天愿意敞开胸怀 信奉主 依靠主 这就是我的感性领悟 理性追悔 也是我决定 也是我决定 接受洗礼的绝对静音 已经请大家 共同见证了我 信奉耶稣基督的缘由 很可惜 人生苦短 我已经有相当的年岁了 你们知道吗 老来啊 有一个最凄惨的特色 就是朋友越来越少 可是我在和平教会的朋友 却越来越多 感念的心 驱使我在人生的夕阳余会下 做了一个新的人生规划 决定向大家再一次的 做一个见证 就是倘若有一天 我们享受过不善的延期之后 我愿意 对教会 再做永续的奉献 再结人生不了缘 这就是 我在教会 做终身义工 志工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会接纳我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高兴 好 非常高兴 好 范弟兄在我们当中 那我们每天进教会的时候都会看到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为 范弟兄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 亲爱的父神 感谢你让 有竹弟兄在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经历 有竹弟兄因为来到和平教会担任警卫 在过去三年间 看见和平教会会友的榜样 以及彼此相处的见证 进而愿意接受这个信仰 受洗成为基督徒 感谢主 你让有竹弟兄有机会接触福音 进而愿意接受与相信 求主耶稣继续在他的信仰道路上 赐下树林的同伴 建造他的信仰 让有竹弟兄明白 真道成为一生的祝福 我们这样祷告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我这边有两位 有一位是Mashew Simon 他是晨真的朋友 非常欢迎你 非常欢迎你 好 请坐下 好 还有一位是苏立维 非常欢迎你 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 也希望你们在这边能够看看我们 然后找到是不是 愿意来我们当中一起做礼拜 那我们有一点时间 请你跟左邻右舍的朋友打一点招呼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消息报告 今天有几件消息 跟大家来讲一下 第一个是我们有小先知书的乐活读经 那各位可以注意到 我们从9月2号开始 连续有三个礼拜 我们有出这个夹在你们的周报里面的选择题 那鼓励大家能够配合这个读经来复习 并且能够去回答这个问题 那如果你愿意可以在网路表单来选择回答也很好 但麻烦你选择一样就好了 那我们这个活动在10月14号会结束 到时候会公布答案 然后抽出幸运者赠送礼物 下一个消息 我们教会有进行一个健康检查的问卷 透过这个调查 希望能够找出我们教会强的地方跟弱的地方 作为以后更具体要进行的方向跟策略的依据 那请各位还没有填写的兄弟姐妹 可以到一楼找范弟兄 可以填这个问卷 谢谢 下一个 请教会各肢体负责的同工 如果还没有交第四季的行事例的 那麻烦你赶快把这个服饰轮值表 主日学课程 团契聚会内容来交到办公室 那以例我们9月23号要完成 好下一个 我们有一个租借停车场的事情 国立教育研究院大楼机械室停车位 那这个高度要158公分以下的车辆 租用的时间是每个礼拜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 一季一个车子 一辆车子是900元 那第四季是10到12月 如果要租借的 麻烦你提供上面所写的这些东西 9月29号截止 好下一个 今天下午1点半 我们也在一楼的大厅 有张树庄老师的画展的茶会 非常欢迎各位一起来参加 好下一个 今天下午2点 我们和平教会的青年篮球队 要在新庄高中跟景美教会的外队吗 对决 那争取冠军赛资格 那邀请大家来帮他们带导 或者到场加油 下一个 本会周圆游牧师 本主日请假外出 那本会的蔡文伦牧师 在9月20到29请休假 那这个期间有杨牧师 杨博文牧师代理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为教会各样的事情 还有我们世界的一些需要祷告的人 一起来守望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你的伟大高过诸天 你的奇妙高过大海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 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中敬拜你 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父神 谢谢你看过我们每天的需要 让我们有健康有能力 亲手工作参与侍奉 父神求你卸下我们心中的重担 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 去面对每一天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 都有你美好的旨意 父神求你赐给我们每天够用的恩典 让我们与你更亲近 认识你更深 更加爱你 求圣灵怜悯我们当中软弱缺乏的人 安慰伤心痛苦的人 赐下恩典与慈爱 医治身心灵有需要的 感谢父神保守我们教会 在暑期淫会进行都顺利 求神继续带领当中 有机会接触福音者的心灵 让他们有机会更认识你 知道你是生命的救主 求神继续看顾缅甸的洛兴亚人 赐下怜悯跟爱 让缅甸政府看到他们的需要 也愿意跟国际组织合作 求主眷顾日本在关西台风肆虐 以及北海道地震后 能迅速重建 特别照顾在灾难后 有需要的人民 求主也帮助台湾南部 在上个月的水灾中受窗 急需复原跟从整的百姓 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 赐下帮助跟安慰 求主耶稣继续保守南园教会的事工 求圣灵在同工会有心中动工 让他们彼此合一彼此相爱 求主祝福功福的蔡国山牧师 保守他们的传福音事奉有果效 亲爱的父神 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与我们 以及传讲信息的蔡卫伦牧师同在 将你的话语带入我们的心中 让每一个人都同得益处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请大家站立 我们接下来用新圣诗 382首第一跟第五节 来表明我们全人全心的奉献 我们一起来 在没有人全心的奉献 神秘卷先为主动 千尘多情莫获离 日日如他先祝分 千尘多情 爱而兴 在主教前心安生 千尘多情莫获离 永远追赎主我神 请坐下 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回应 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 我们的奉献箱在三楼跟一炉的接待处 来接下来我们要来读一下今天 蔡牧师的讲到主题的经文 撒加利亚书第七章一到七节 第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 第七章第一节开始 大刘士王第四年九月 就是基斯留月初四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 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拆遣沙利色和利坚米勒 并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 问万君之耶和华殿中的基斯 又问先知 我当如历年以来所行 在五月哭泣斋戒吗 万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要向这地全体百姓和基斯说 你们这七十年来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 其实真的向我禁食吗 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 为自己喝吗 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镇有人居住 想繁荣 尼格夫和谢菲拉也有人居住的时候 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 你们不当听吗 万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四月的禁食 五月的禁食 七月的禁食和十月的禁食 必成为由大家的欢喜和快乐 以及美好的节期 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将来还有众百姓和许多城镇的居民要来 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 我们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 寻求万君之耶和华 我自己也要去 必有许多民族和强盛的国家来到耶路撒冷 寻求万君之耶和华 寻求耶和华的恩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在那些日子 列国中说各种语言的人 必有十个人强拉住一个犹大人衣服的边说 我们要与你们同去 因为我们听见上帝与你们同在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本会的蔡维伦牧师 来跟我们讲道分享 今天讲道的主题是 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 谢谢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在这里在刚刚的敬拜当中 体验经历到上帝 在我们当中要行奇妙的事情 而当每一次当基督徒在一起聚集的时候 心中是那份的快乐 因为我们渴望神在我们当中一直做新的事情 而我们也有分在这里面 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撒迦利亚书 而在撒迦利亚书里面 他的先知用很多不同的意象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一起来了解 为什么先知用这样的方式表达 而他表达的内容又是什么 以及在这当中这样的信息 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 在开始的时候 我要先让大家看一些这是什么 牧师拍了几张以前拍的照片 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再说为什么要看这些照片 这是什么 蜘蛛网 没错 蜘蛛网有水滴 好 下一题 这是什么 水 就是水冒出来 但是我看好像里面有个人头的样子 眼睛然后嘴巴这样 我看的 好 还有什么 这个 椅子 对 椅子 这是那个 有一天我在那个肯德基座位里的椅子 然后有个人在外面走这样 但是我看的时候感觉有点那个割据魅影那种 某种感觉的事件在那里发生这样 好 好 自己想的 好 好 这又是什么 一个窗户 这在那个自来水博物馆里的某个窗户 你说牧师为什么让我看这些 因为在照相它其实有些特质 它有时候用很快的快门 凝聚了那个水喷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看不到 那个千分之一秒的时候的水的样子 有可能透过一些转换或是一些角度 让我们看到一些 那个 这到底是什么 然后想要进一步去想 撒迦利亚书的作者如果我们去看 会发现他在讲述那些异象的时候 他讲一些他刚开始他也不大明白的东西 然后再透过这当中说 就在过程中对话说 那这是什么 然后在那个过程里 大家很好奇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 原来在这当中有先知的信息 为什么先知要用这种方法来表达 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思想 用一个角度 是不是能帮助我们去看到一些新的东西 要进入撒迦利亚 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撒迦利亚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时代 可能多少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信息 跟他所说的 好 那 一样看这个大的表格 在这个表格当中 我们已经先知书已经讲了好些的先知书 从这个时代上来分类的时候 在被掳之前 以色列 他们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 这有大先知跟小先知 我们讲到在北国的时候 以色列 有个数字是主前722年 北国灭亡 主前586年南国灭亡 而在北国的时候 何西亚跟阿摩斯是两个不同的先知 他们一起讲到上帝的慈爱 一个讲到上帝的公义 这两个差不多是同个时期 而在那个时候 北国还有两个先知 一个约拿跟纳宏 分别对亚述帝国说出审判的信息 而在南国的当中 包括以赛亚 耶利米这个大先知 还有哈巴古 约尔 这些的先知 在这个时代 同时有一个二巴迪亚 他对当时隔壁的以东 说出了一些信息 而当被掳之后呢 我们之后就看见 有些的先知 像以西洁跟但以理 他在其他的国家 那些的帝国里面 来说上帝要他们说的话 但是在七十年的时间里面 后来有两个先知 要说在那同个时期 当他们在一些日期 在主前539年的时候 先知果然 以色列百姓果然照着 耶利米所预告的 他们能够被掳归回到原本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回到这里 开始他们要重建圣殿 但是呢 在我们看到一个年代是 中间几乎快过了20年的时候 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候 圣经写着他们继续开始 重新建造圣殿 而这个时代主前520年 就是哈盖跟撒加利亚 他们一起服侍的时代 也就是说当他们从圣殿 从圣殿被拆毁 然后离开 然后回来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地方一起 过了20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想象吗 当一个教堂拆掉 然后说我们要重建圣殿 立了根基 然后过了20年 都还没有开始盖上面的东西 所以上帝兴起了两位先知 哈盖跟撒加利亚 这两个人同一个时期 对这个百姓说这些话 当然从圣经中的一些讯息 可以看见 先知哈盖显然是一个 当时已经是一个年纪很老迈的长辈 因为他曾经看过那个圣殿 当初国家还没灭亡的时候 那个圣殿还没被毁坏的时候 那个情景 但是对于撒加利亚 这是一个在巴比伦帝国出生的年轻人 他从这个被鲁归回来的时候 跟着大家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犹大这个地方 他成为一个跟哈盖两个 虽然他们不同的世代 但是一同领受上帝的意象 对百姓来说话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的事情 有看到我们当中的年轻人 跟教会的长辈 可是可能已经是退任的长辈 长老们 大家有一同的意象 看见上帝都对他们说话 他们同心合意 兴起让这个圣殿能够继续动工 四年之后圣殿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是在先知 撒加利亚跟哈盖 还有这个时代当中的背景 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的身世 家世 我们之前说西藩亚 他是那个王族的后代 写了四代的祖先 然后对撒加利亚来说 开始就写 说他是一个祭司的家庭 他的爸爸 他的阿公 他的祖先 都是祭司 所以他是个祭司家里的一份子 而这样的身份 其实跟耶利米 以西洁 他们同样是这样的角色 上帝好像兴起在那个时代里 以前很多的祭司 是做祭司的事 先知做先知的事情 在特殊的时刻里 上帝兴起在祭司家里的人 他一起能够承担 先知的角色 而这里面 他是其中的一位 而撒加利亚的名字 意思是亚威纪念 亚威是对上帝的名称的一种称呼 所以是求上帝纪念的意思 这是撒加利亚的 他的名字的意义 当我们要进入撒加利亚 这个时代的时候 这本书 可以说是小先知书里面 最长的一卷 就是撒加利亚 最短的是哪一卷 牧师也复习一下 他是 有人有说很好 二八底亚书 他只有二十一节 所以很难比较 像伯牧师用二八底亚书 分享二十一节的信息 跟这个十四章的信息要比 这个不知道哪个比较好讲 但是都是一起来认识 所以他是小先知书里面 最长的一卷 有十四章 然后他有一个第四世纪的 很重要的初代教会的神学家 叫做耶罗米 他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圣经 我们现在看的都是有中文译本 英文版本 可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 旧约是希伯来文 新约是希腊文 之后的那个时代 门徒们就有希伯来文 希腊文的圣经 到西元第四世纪的时候 这个耶罗米 这个神学家 他把它翻译成拉丁文 旧约翻成拉丁文 新约翻成拉丁文 可见他圣经 又懂希伯来文 又懂希腊文 所以他这个 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家 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翻译成了拉丁文的圣经 成为教会很长一段时间 所共用的圣经 可他有一句话留下来是说 他觉得在这个圣经翻译的当中 撒迦利亚书是旧约里面 最不清楚的一卷 可能在他当中有些异象 然后这个词句 是他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这是他看见的 但另外一方面 圣经中又很清楚 旧约里最清楚 弥赛亚预言的一卷 如果你去看撒迦利亚书 会发现里面上帝好像让 撒迦利亚在看异象的时候 写下一些东西 是之后四五百年 当耶稣诞生的时候 五百多年耶稣诞生的时候 这些事情都发生了 所以很特别的一卷书 对不对 有机会你去看看 看看他哪里不清楚 看他哪里为什么很清楚 我们可以来了解 这卷书里面 也被分成两个部分 他那两个部分呢 就是第一章到第八章 我们刚刚读也是第八章 后面的九到十四章 后面的六章 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有学者说这个当中 前面是用异象来说预言 但是后面的直接 这个信息就是 讲以后会发生的事情 没有什么异象在讲 然后他前面这八章呢 有很清楚的时间 是百姓在重建圣殿 开始五个月之后所写的 我们可以跟哈盖书的日期比照 有时候哈盖先讲 然后撒加利亚再讲 哈盖再讲 都很清楚 但是后面呢 应该是圣殿之后建造的 才写的 建造完才写的 没有很清楚的日期 两边前后怎么差的这么多 然后他讲的对象 直接给那些 当时在兴建圣殿回归的犹大的 犹大的这些百姓 回归的百姓 但是后面这一段呢 他想的对象 好像是之后的以色列这个国家 还有很多的万国万民 都在这当中 所以有些学者说 那会不会后面这个部分是 后来的人把他加进来 放在一起 但更多的学者认为 这个当中他的主题 他的信息的公息是一样的 有可能他是前面写 然后呢 当他年老的时候 晚期的时候 他也写了后面的第九章到十四章 最后把它集合在一起 这卷是撒迦利亚书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象 而这样的意象 其实是在旧约里面 在圣经文学里面 有一种文体叫做启示文学 讲到启示文学 我们会想到启示录 这是新约当中 旧约当中有些先知 但以礼跟以西节 我们刚刚看的 在同样那个时期 但是在 在比较在 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 但以礼先知 以西节先知都说这些话 所以有圣经的学者说 撒迦利亚书可以说是 旧约的启示录 你有听过这样说法吗 撒迦利亚书好像是 旧约里面的启示录 然后跟先约的启示录 互相呼应 他当中也提到一些的意象 有金灯台 有不同颜色的码 在他当中你仿佛看见 这个在启示录里面 茂唐牧师也带领我们 查过启示录的内容 是相近的 我想因为这样 所以这卷书 你可以想象启示录 是很难理解的 撒迦利亚书也是一样 但我们有些线索 可以去了解 而在这同时 这个当中虽然不容易进入 虽然它是启示文学 但还是有些信息 在这当中看见 盼望是我们可以去体验的 而在这当中也提到 我们要去思想 他所写的这个对象 是一群在什么样处境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 这群人是什么样的人 帮助我们去理解 这个信息 先是写给了那一群群体 从某个角度讲 是一群 应该是一群 很欢乐的群体 不是吗 他们祖先被掳 超过更长的时间 好几百年 或是七十年的时间 国家灭亡了 新的帝国的当中 有国王 愿意让他们 回到自己的故乡 照理讲是很快乐的 所以他们体验那种快乐 对比于之前 可能是一群面对受苦 战乱 不安 迁徙各样的事情 而他们决定 我们要回去了 很快乐 但是在先知写的那个时候 中间又过了二十年 可能在那当中 当他们每某个角度 完成了上一代所交托的 或是他们所期待的 回归快乐的日子 可是现实的生活当中 好像不全然是这样 以至于在过去二十年之间 虽然建造了圣见的基础 却东西就停下来 或许当中面对许多的挑战 大家说好吧 我们先暂停 我们先来做顾好自己的生活 我们重建我们的家园 他们努力盖房子 他们种植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日子没有比较好的度过 他们依然在当中 好像没有看到那个变好的日子 或许他们会回想 神啊 你知道我们这一代 不应该是个祝福的时代吗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 回到了上帝所应许的这个故乡 我们还是这样 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 怎么样往下走才会更好 或许是一个很无力感的世代 是撒加利亚的先知 他要讲的对象 是一群这样的百姓 也因着这样 当先知书 我们在看这卷先知书 跟之前的先知书不大一样 不管是和西亚阿摩斯 其他的先知 他们里面责备好多 好多事情在那里说 你们该改变 虽然在先知书这一卷里面 也提到这些 包括刚刚讲禁食的时候 他说你们真的是禁食 真的是为了上帝来禁食 还是你们为了禁食之后 禁食祷告之后 有节庆快乐的时候 好能够吃喝呢 还是有责备 但是更多的 是看见许多的安慰 而那些的安慰用什么方法 透过图像 透过好奇的提问 那是对一些 已经被自己的生活的实况 已经被束缚住的人 他们觉得现实中 对环境 对自己 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时候 先知书透过一些方法 告诉他们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慢慢上帝告诉我 好像在那个当中 打破原来观看自己 观看环境的这些框框 有一些释放的空间 的自由 有机会去看见 上帝要在他们当中 做新的事情 所以整卷书里面 那些异象 其实是 先知用过这样 用这样的方法 在那个看不大清楚的当中 让他们能够从原本 已经被束缚的环境当中 去看见神的作为 透过这样的方法 这个眼光也帮助我们来理解 当然进入这卷书的当中 我们透过几个关键字 来看见 这个先知所要表达的信息 第一个关键字 第一个关键字是 耶和华的火热跟主动 经文当中好多次都提到 我们这边想到 在第一章第八章的时候 都写到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为耶路撒冷 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 耶和华如此说 现今我要回到耶路撒冷 要跟他们在一起 第八章也是同样的 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 我要为他火热 耶和华如此说 我现在回到西安 要住在耶路撒冷 我们看见神好像是一个 在这里所表达 透过先知的 是一个那么主动 那么火热 要进入到他们当中 与你们同在 面对那一群 可能现实生活中间 过了很长的时间 二十年不知道 能够做什么的人 神主动的表达 虽然上帝是永不改变的 但是好像透过先知 在这里所传讲的 不仅是牧师上礼拜 提到的西番亚书 讲到上帝的审判 讲到上帝在审判当中 所表达的是 他依然掌权 从上帝相信神依然掌权 到这里 神亲自说 我是火热的 我是积极的 我是主动的 要与你们同在 用流行 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讲 好像先知的信息里面是 比信赖神的掌权更主动的 上帝2.0版的信息 让他们看见说 神原来是那么积极主动 祂渴望祂愿意 而且祂就这样做了 就在这当中一再看见 而第二个部分 一个关键的是讲到 关于弥赛亚的信息 先知书里面也提到 在上帝眼光的这个信息 眼光的当中 有些关键的人物 为着来实现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上帝的火热 同时代的时候 索罗巴伯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 政治的领袖 大祭司约书亚 是宗教的领袖 先知 上帝通过先知所写的 一直鼓励他 鼓励这两位领袖 神悦纳 神尊荣 这两位的领袖 而要透过他们 来实践上帝的计划 而从那过程里面 其实先知从那样的体验 更看见说 上帝在更遥远的未来 还有为他们预备 一个特别的人 所以这里面 就我们从第八章 第九章 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 十四章 神就让那个意象里面 透露出 那个应验在耶稣基督 塞世生命当中 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撒迦利亚书里面 所写的 比起其他的福音书 比起其他的 旧约的书信更多 更清楚 原来他指向的是 耶稣基督 那也让我们看见 从后代的人看 原来那位主动的上帝 掌管世界历史的神 在先知里面 四五百年前 所讲的事 应验在耶稣身上 我们真能够相信 神是做奇妙新事的神 而且在他的掌握里 那位掌管世界万有的上帝 也将是我们生命中的主 他在我们的生命中 也一样 有我们的计划 可能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神已经帮助了我们 可能在场当中 有些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 你可能还不知道 在这四年的里面 到一个新的环境 要做些什么 但是上帝已经知道 上帝已经知道你一辈子 他要带领你去的方向 或是我们当中 有些的弟兄姐妹 可能再来要面对 要毕业的事情 你不知道你之后的工作 你的专业 你的家庭 各个方面在哪里 但这个神 他真知道 他火热的说 他要在我们当中 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 在你的生命里 做那又新又活的事情 而第三个部分 他提到在 这个第三个关键字 是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希腊文是这样 西伯来文是这样 西伯来文是从这边 往这边读的 跟我们的方向不一样 他的音是 类似 Zaba 然后呢 万君之耶和华 如果我们看英文的版本 是 The Lord of the Host 主 为什么写主 原本的原文 应该是耶和华 但是在圣经翻例的时候 他们 为着遵从神 不讲耶和 不称呼神的名字 所以后来翻例的时候 变成是主 后面这个host 就是万君 翻例为万君 他出现在圣经里 很多次 旧约里面有285次 但是他看见 大多数在先知书 而且是在末期的先知书里面 撒迦利亚 马纳基 以赛亚 哈开书里面都有 短短的撒迦利亚书 四章里面 出现53次 万君之耶和华 意思是什么 好像有时候我们看万君 那应该是军队 但是很特别是当 在旧约的摩西五经 就是 那个创世纪 出埃及纪 立位纪 生命纪 民宿纪的里面 有许多上帝 透过摩西带领 营色列百姓 去征战的时候 那些征战的场面里 像约书亚 他去征战进入 加南地的时候 他在那里观看的时候 圣经就记载 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约书亚就问说 请问你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还是你们那一边的 他说我要来当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书亚马上跪下去 可是在那词句的当中 都还没有用到 万军之耶和华 很特别的是 在万军之耶和华 在这个词 在旧约里面 好像不全然是 我们现在看的 是军队的元帅 是地上的这个统帅 好像不只是这个意思 而是在 第一次出现 万军之耶和华 是在撒姆姆尔记上 第一章的时候 那是四世纪的时代 刚开始 四世纪快结束 当撒姆尔 他被上帝呼召之前 他的爸爸妈妈 去四罗的地方 去敬拜神 那个地方有约会 我在那里写说 在这里 他们看见 他们要去敬拜 万军之耶和华 希腊文的这个字 万军 第一个意思 的确是争战 是军队的意思 可是第二 他同时 有一个另外的意思 是指天上的这些的 太阳 月亮 星星 各种星体 这也是万军 为什么旧约 特别是这个时期的先知 他们写了这样的话 出现那么多 是因为当他们认识到 他们所敬畏的神 那个万军之耶和华 他不仅是 以色列军队的元帅 他是天上 地下 天军 地上的军事的元帅 他是统治 宇宙万有的 那个至尊的神 所以这个词 可以说是 圣经的作者要认定 上帝是那个 全宇宙的统治者 那么尊贵 那么尊高的眼光 放在后期的先知书里面 要让他们百姓说 这个万军之耶和华 就是我们所圣的上帝 就是他透过我 对你们说的话 亲爱弟兄姐妹 这就是那一位 撒迦利亚所认识的神 而且是旧约当中 对神最至高的一种尊称 而在这里 要成为他们的信息 所以在先知书 在诗篇的时候 也有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诗篇 预备来 万军之耶和华 他是荣耀的王 他要进来 所以我们透过刚刚讲到 耶和华的火热 上帝的火热 展望弥赛亚的那个盼望 那个历史的应验 还有万军之耶和华 这个词 编织了在整个 十四章的 撒迦利亚书的内容 牧师鼓励我们大家 用这样的眼光去看 看你看到什么 而在这之后 特别要描述一个 先知描绘一个 撒迦利亚描绘 一个耶路撒冷的情景 我觉得之前 怎么没有看到这一段 这一段好美 但是他需要多一些解释 这一段在 撒迦利亚书八章四到五节 他写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将来必有老年的男女 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 年纪老迈手拿着拐杖 城中街上 满有男孩女孩玩耍 说这一段好美 你说牧师这个 老年化的社会 不就是这样吗 老人拿着拐杖 在路上走 坐下来 那有什么稀奇 但是是万军耶和华 他对那个百姓 弟兄姐妹 当他所宣之所说 这些百姓 他们听到的时候 那个宝金战乱的过程里面 对长辈来说 很少人可以活得那么长久 可以那么放心的在这个路上 安心的走路 因着战乱可能很多人 家人或是被辱或是被杀 也没有那么多的小孩 可以在那里一起欢笑快乐 所以当先知说这个话的时候 对耶路撒冷的百姓 在那个困境的当中 讲到老年人 长到满满的小孩 在这个城里面 势必那是一个被上帝所统治 掌管平安喜乐的环境 而且时间很长 所以才有这样的情景 能够发生出来 而更好的消息还不只是这样 他在后面第八章有提到 那个耶路撒冷的情境是 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 那些从外邦来的强国 都是要来杀他们 要来抓他们 掳掠他们的 但是他就写到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四月五月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 刚刚第七章前面问的 有人来问那个说 我们五月禁食的日子 还要继续吗 因为五月在被辱七十年的日子当中 他们为了纪念耶路撒冷被毁 所以呢 在那个外地的时候 每年五月的时候 他们就举行禁食祷告会 来追念 来悔改 然后恳求上帝的帮助 然后就有人来问先知说 我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 已经开始建圣殿了 请问先知 请问祭司 我们现在还要禁食吗 当然先知还是责备他们说 你们禁食真的是为了神吗 还是其他事情 可是在第八章的时候 不只是五月 他们其实四月五月七月十月 在那个过程当中 为着国家的灭亡 为着圣殿的被毁 他们一年有四次的禁食的祷告的日子 先知说这些东西都要改变了 要变成欢喜快乐的日子 因为你们要欢喜快乐在这里 在这里生活 而且许多的国家 许多的百姓要到这里来 他说这里来不是要杀你们 不是要抓你们 是说我们要赶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 寻求万君之耶和华 我也要去 很特别 然后那些强国的人来到耶路撒冷 寻求万君之耶和华 恳求耶和华的恩 万君之耶和华说 在那些日子 有十个从不同国家来的外国人 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服说 拜托请你告诉我们 你们的上帝在哪里 我听见上帝跟你们同在了 好棒喔 我们要去 我想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眼光 让这群在那个悲哀或是难受 或是觉得无奈的百姓 却上帝透过这个先知对他们说 有一天神治理在这里的时候 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彼此相爱 实践大诫命的团体 而且你们的那个大使命 我们说要去别的地方 跟人家传福音 是这个群体发亮发光见证到 十个人要跑来找一个人说 拜托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份信仰 我想对他在说的时候 先知说这些的时候 他们可能想跟现在差好远喔 但是又一种盼望在那里 因为那是万君之耶和华 那是上帝的热心 要来成就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我看见这个时候 如果转换成我们现在教会的场景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是不是我们对和平教会一种场景 在教会当中有长辈 组着拐杖 可能用现代的话推着轮椅 还有外劳陪伴 一群人在这里 然后在这个地方坐着休息敬拜神 看见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 年轻人小孩男人老老少少 在那里欢喜快乐的日子 而这样的群体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 走进教会 拉着和平教会的弟兄姐妹说 听说上帝在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在 是不是我也可以去你们那里 不知道我们大家听牧师这样描述 从那个时期转到我们现在 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想到说 这可能是那个礼运大同篇 那个世界和平的景象 但是在我们信仰里我们不是期待一个 多么伟大的皇上或是政治人物 带领我们走向这个方向 也不是只是透过教育培养品格 达到那个理想 在我们信仰当中的确有一个好像理想世界 乌托邦的世界 却是相信我们相信的那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火热 他要透过教会 在这个时代里让我们体验到 有一天将是这样 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 我们真实也在我们的生命里 体验过一点点这样的领受 牧师要讲一讲自己的 我所经验到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是我当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想到的 第一个是当牧师还在当传道的时候 那时候在淡水 在那个淡水的每年六月二号 是马街博士过世的日子 所以淡水不同教会的牧师 有不同林良堂 然后其他的独立教派 淡江教会大家一起来办一个不同的庆祝活动 有些联合礼拜有些时候是办一些云游会 有表演跟大家分享 然后之后我们做了三年 就是帮这些来参加的淡水的居民拍照 团体照 然后就是好像全家福 然后请他留下地址 我们要送照片去给他 然后透过这个机会就做足家的探访 所以云游会办完之后还有五天的时间 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记得那一次 那一年我还是传道的时候 我也很高兴参与在这当中 而且在我们教会当作那个基地 所以每一天当下午大家一起敬拜完 预备好看着名单 就分发到不同的地方去按电影 然后去他们分享 回来的时候会一起讲说我们 关心进到几个家庭 然后有几个家庭我们可以表达 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认识 还有几个人他们已经决志要信主了 然后可以跟进 所以众教会一起做这件事情好美 那我也跟着当中去学习 我就心里有感动说两个人一组 三个人一组 有时候是谁主讲 然后其他人为他祷告 我求神帮助我有机会可以 带领人决志信主 第一天多了 第二天 虽然有机会讲到耶稣 但是好像没有办法这样 到最后那一天的时候 的前一晚 礼拜四晚上 我很深切地求上帝说 主啊如果可以明天早上 让我在那个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让我是你在做事 但是我很想能够有这样的经验 今天是很棒的能够激励我 来传福音 就第二到礼拜五的时候呢 那天我们要分发要出去 因为人员的关系还有这个 那个别的牧师 别的教会的牧师说 啊猜传道 不然你今天留守好了 你在这里帮我们祷告 让我们出去征战 我心里很心里有点不安 然后觉得说又不能 不方便讲这个事情 好吧我在这里 就在这里祷告 心里说主啊 那我怎么办 结果每隔半小时 不到半小时的时候 教会的干事打电话来 他说那个维伦传道 那个有一个人来教会 说他想要认识信仰耶 我说 甘母娘还是要来 要请牧师帮他祷告 然后给他五百块的人呢 然后就下去 果然是一个年纪比我大一点 然后他心里好像有些话要说 然后我说我是传道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一楼 那个教会楼下的 那个空间坐下来 他说起说他过去这段时间 生命中遇到一些难处 一开始就很坦诚跟我说 然后他说他会来这里是因为 他有个朋友是基督徒 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 用上帝的话就传给他 那个时候还没有line 那时候是简讯 所以他每天都收到简讯很感动 然后他在淡水这附近生活 看到这个礼拜堂很漂亮 在那个时间决定要走进来 告诉要问说我要信耶稣要怎么办 我真觉得上帝是听人祷告的神 又是一个做起心事的神 所以在那里我就跟他用示律 然后用解决他一些信仰的问题 还请他写了那个要受洗的报名表 然后为他祷告 后来就结束了 所以当我们那个团体朋友 不同组的人又回来 有牧师有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回来 大家一样照一样报告 我们这组今天看了多少人 然后去到哪些家庭 有几个人能够完整把 耶稣基督的信仰跟他分享 有几个人决志 大家一起要为了这个礼拜 很高兴快乐来做个结束的时候 我举手 我说等一下还有一个 是他自己走到教会里面 他说他要信主 而且感谢神我带领他决志信主 神真的有时候开一些眼光 让我们看见到我们预备好 虽然可能只有自己还不够 还要学习 但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弟兄后来真的受洗 也成为我好的弟兄朋友 好的弟兄 我们一起在教会同工 也有好几次机会来到我们和平 我看见他 都提醒我上帝做新的事情 他把人带到教会 好奇妙 牧师也没有很多其他的经验 在那个时间就这么奇怪 不是奇怪 奇妙 有人到教会来说要信主 而且激励了那个团体 他在说神好奇妙 当人愿意敞开心去做主要他做的事情 那个在撒加利亚里面看见 一群人在那里和乐相处 一群人当他们成为见证的时候 有人就被吸引到这当中说 告诉我 这份信仰是什么样的圣 你们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 我也要来认识他 神敞开这样的眼光 帮助跟提醒 我想也不只是我们当中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 也曾经这样的体验 或是牧师要说 在几个礼拜前 我们教会在参与在这个附近的 长老会的教会北山区 有一个叫做摇滚主耶稣的一个音乐会 福音禅会 不管别的教会带领的情况怎么样 我真看见我们教会弟兄姐妹 大家努力去邀请 有弟兄姐妹邀请他的亲人 他的大姐二姐来到我们当中 也有人邀请他的办公室的同事来到当中 也有人是参加赞美超这些的朋友 还有一些是上个学期在教会办公餐 还有课程的 我们的同工打电话邀请他们过来 他们都过来了 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分组穿着背心带领他们 虽然在那一天摇滚主耶稣 对大部分是长辈来说 那个摇滚不大能够摇起来 音乐也觉得没有那么能够配合 但是神也在当中动工 当我们结束之后不是结束 大家会到楼下V1V2的地方发个餐盒 然后分组 就是你有新朋友带着福音朋友 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坐在那里 我跟博牧师还有其他的教务团队 我们没有分在那一组里 可是当我们坐在那里 站在那里看着不同组的弟兄姐妹 他们是那么热情的跟大家分享 关注那个新来的朋友 他们有来过教会 那你有什么需要带导的事情 然后在那里 我跟博牧师 我们两个好像转台 这个词不大好 就是说在这边他们会说 牧师来来来 我们这个新朋友 我们想请你帮他祷告 然后牧师来 这个我们 这个是新朋友 我们想跟牧师认识一下 我感受到在那一个小时的时间 甚至大家都要走了 我们还有弟兄姐妹在那里分享 上帝好像开了一个门 让我们那个与人分享 那个让人能够渴慕 认识信仰的那个热情 就在那个场合里 好些弟兄姐妹一起 共同分享的那个美好 而当那个活动结束之后 当我们走上来 收拾完再上来的时候 我跟好几个弟兄姐妹 在刚刚 大家都还在分享那种兴奋 那种快乐 就在那个 范弟兄的那个警卫 的那个场合 说我邀请了谁 他们还要下学期 也要来参加教会的活动 谁还可以继续邀请 好棒喔 亲爱的弟兄姐妹 牧师要说 撒迦利亚书里面 那个信仰团体的美好 还有那个能够 因着发出见证 吸引许多人来的 那个环境 跟那样的一个情景 神有时透过一些的眼光 跟一些的机会 打开天上的那个部分 让我们稍微尝到 那个美好 实在是很棒 今天真的很特别 看见范有竹弟兄在这里 分享见证 其实牧师在听他见证的时候 我也想到了一点 是当范弟兄跟牧师说 他要受洗的时候 他其实讲了一句话 对他刚刚见证里没有讲的 我帮你讲 他说牧师 可是你们人这么好 然后这么这个 好像那个与人分享的 那个动力少了一点 我其实心里好想 就觉得不用等到三年 就要受洗 都好想接触 但你们好客气 你们都没有讲 都少了那一步 好可惜 我觉得听见上帝 刚好今天在这里 分享信息 跟范弟兄在这里分享 我觉得也是一种提醒 包括我 我觉得的确 每天跟他打招呼范先生 那时候是范先生 我要走了 你好吗 可是好像没有机会 再多他那一步说 在这里 你渴望认识这位神吗 如果是他说我渴望 我早就渴望 还让我等三年 你们让我等太久了 这是他没有讲 我帮他说的 神真的邀请我们 在那个当中跨出去那一步 会比我们觉得 其实当我们愿意 跨出那一步的时候 神真的就把 我们就成为一个见证 邀请人来到这里 或许在我们生命里 我们依然跟 那个在当初 撒加利亚所讲的那些对象的人 有点像 有些人可能想说 我现在要把我自己的家庭 好好的照顾好 已经花去太多的时间了 或许有些人觉得说 在上帝国度的当中 我其实很小 多我一个少我一个 没有关系 还是有些人说 其实我在我的 除了在教会成为基督徒之外 我好像是一个比较隐性的基督徒 是我的朋友都不知道我是基督徒 我的同事也不知道我是基督徒 你注意在刚刚那个里面说 当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 渴望说拜托找我 告诉我 你信的是谁 我好想去 都没有机会发生 神可能知道我们多多少少 都因着这个现实的状况 以至于我们好像没有跨出那一步 但亲爱弟兄姐妹 牧师最后要说的是 撒加利亚对当时在那个 回转归回 然后又失望二十年 七十年的百姓 他给他一个好美的眼光 甚至超越我们 现在能够想象的 但如果那当中有一些感动 在刚刚牧师所讲的 不管是之前他的时代 还是我们的经验里的一些 你有些感动在你的心里 上帝邀请我们 有份在那个美好世界的将领 我们跟人分享 不在意我们自己是谁 而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不在意我们能做什么 而是当我们放下一些觉得 不可能 还是说 愿意说 我应该什么 我的习惯 或是我们的宗教的生活 我的信仰生活就是这样 当我们把那些东西 都放下来的时候 有些新的眼光 上帝会把新的事情 就映着这个眼光 放在我们的心里 看着那个热心的上帝 那个称为万君之耶尔华的上帝 那个让弥赛亚在四百年 五百年之后实践的神 掌管世界的主 也在我们当中做信事 求神保守我们 或许在当中就像范先生一样 当有人说 我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信耶稣这么好 你怎么没有早点跟我讲 我们还做这个办公室 已经做了快一辈子了 原来信耶稣这么好 还是你的同学跟你 在学校你的好麻吉 每次做作业都跟他一起 都快毕业了 他都还没有机会 原来可以跟你 你可以邀请他 分享这份信仰中的美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这次神放在我们心中 如同今天的敬拜里 上帝要做新的事情 那样的美好跟喜悦 你可愿意 让我们有份在这个世界 这个美好的群体当中 让神透过我们做新事吗 如果是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同心来祷告 上帝我们谢谢你 透过撒加利亚书 我们看见了一个耶路撒冷的美景 仿佛我们也思想 在我们教会当中 和平教会 也要经历这样的美景 神或许我们不知道 是这个世代 或是下个世代 或是什么时候 会越来越实现 但是神我们谢谢你 因为透过你有时候 敞开天上的那样的眼光 让我们体验体验 尝到那生活的美好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相信这掌权的神 热心的神 万君之耶和华 要在和平教会当中做新的事情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从我们的软弱 从我们的不足的当中 有新的眼光 看见神 你在我们中间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成为见证 也让我们预备好 能够说出见证 神 我们就将这些仰望在你面前 求主你来成就这一切 满心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 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 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们先要做新事 旧的事都已经过去 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 心的眼界 心的印象 心的故事 心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 呼喊 冷月的主 我愿你来 神灵与灵 天要敞开 天要敞开 恩歌请倒下来 天要敞开 神过度的荣耀 我们先要敞开 天要敞开 我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 我愿你来 神灵与灵看见心底一笑 你要做心底事在我们中间 各位弟兄姊妹 我邀请你一段时间 你为你自己祷告 我们的神是当有一只羊迷失的时候 他会来寻找他 他要来将这个迷失的羊赎回 我们的主是万君之耶和华 可是他愿意让至圣所的慢子裂开 让耶稣基督的保险重新赎回我们 他是那渴望 但是那主动与我们建立关系 愿意主动说 孩子我与你同在的神 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要主动的来回应他 回应神说 主啊我也要藏在你里面 你藏在我里面 是否弟兄姊妹 有什么阻碍你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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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 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前 新的意向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 呼嗨 荣耀的主 我愿你来 天要敞开 很高清道下来 胜过度的荣耀呈现 全地都要渴望 呼嗨 荣耀的主 我愿你来 神灵与灵 看见新的意向 你要做新的事 在我们中间 我们都要渴望 我们都要渴望 全地都要渴望 呼嗨 荣耀的主 你愿你同在 天要敞开 很高清道下来 神过度的荣耀呈现 我们都要渴望 呼嗨 荣耀的主 我愿你来 神灵与灵 看见新的意向 你要做新的事 而这一首诗歌 我们好像是一首进行曲 要从这里出去 踏着主耶稣的步伐 有你的同在 你带领我们 出去成为光 成为盐 成为万民的祝福 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与圣灵的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这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兄姐妹请坐 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 我们在音乐中 暗静默祷来散会 要是有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 欢迎到台前来 有牧师为你们来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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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祈祷 祈祷